郑杰四死刑丁宴 执行日期成交点 捷运杀人魔郑杰 夺走四条人命 造成22人受伤 昨天被判四个死刑丁宴 但现在大家关心的是 那何时执行 我觉得很赞成啊 就是尽快执行吧 越快越好 大部分民众都希望 赶快执行死刑 但近日炮火全开的 法务部长罗英雪则表示 还没收到相关卷证 无法讨论 等于把这个问题 丢给下任法务部部长 邱泰三 但依照以往经验 公文流程至少花 两周到一个月 也就是说 在马英九卸任之前 郑杰还能继续 放风纳凉了 动物新闻 小英 您怎么说 报道